这几年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大的干扰 原来中国产品输出海外市场 主要的市场地是美国 叫制成品产品 因为美国的从一个大的市场来讲 美国地区的关税是最低的 比如说彩电 美国市场的进口关税是3.9% 欧盟的市场进口关税是14% 其他国家像印度巴西产品进口关税 都达到25%甚至更高 所以之前中国的工业品 输出到美国这些低关税的地区 包括智利包括海湾地区 这个税都很低的 是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 但是美国对中国单边加税之后 中国制造产品输出到美国市场 就面临7.5%的额外的关税 能在墨西哥 在东南亚生产这个产品输出到美国 对其他国家市场 大部分其他国家市场本身就有这个需求 一定要在市场的地区来建立自己的产业链 这样的话才让自己的业务更加有竞争力